随着冬天的来临,全家接连感冒 今天准备去打流感疫苗 冬天出门,我会选择双肩包 这款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Gaston Luga是我最近的致癌 16寸的包体不仅可以放进17寸大的电脑 连同冬天出门的各种外套、毛衣、尿片等等通通都可以放进去 前面的小口袋还可以放一些零碎小物件 透气的秤电不会让背部觉得闷热 防水材质就算下雨也不用担心 这样的极简设计,不论是工作、旅行、带小孩出门 都可以轻松拿捏,而且男女同用 由于我最近在感冒 今天后面的影片,我会全部交由我老公Wilson来做voiceover 请记得看到影片最后,会有Gaston Luga的折扣等着你 好了,这一天我们去打这个full immunization 然后我们就一刹切就走过去 因为在我们家不是很远的地方 然后在这里没有什么人 我觉得气氛有点尴尬 然后我就搞了笑 没想到医生没有get到我的笑点 后来我跟他说我搞笑了 后来他野心没有反应 我打完之后了,马上就去肉丁打了 你看 两天之后没想到 不打没事,一打了就生病了 我打完疫苗之后的副作用超严重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老公打完流感疫苗没有任何反应 就是还能回来做运动啊什么的 早上是39点7 太难受了 然后 现在再试一下看有没有退 你看有没有人会拿这个东西去 这样凉 凉耳朵的 别人都是放在额头上面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准的 就仅以我的经历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然后星期六了 我们就去Costco里面的shopping 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东西都要在一个礼拜里面买好 因为平日的平日的话 我们就不怎么出去买东西的 但是我发现他们的chory是非常难去拔出来的 然后上下车就坐在旁边 把Aki也放在他旁边 然后我们进去了 把这个membership 给这个门口这个lady看的时候 他居然给我装了一个首饰 Love 然后我们就去看看电视机啊 GPS啊 然后我又被偷拍了 你要看一些根本不会买的东西 你看 但是muffin是肯定要买的 你要买了一些白菜 最近菜太贵了 还有鸡蛋 蛋也太贵了 也买了 牛奶 还有这个 温度面 你要当营小不了的 就是去试食了 因为我们在外面foodcorp没有买东西吃 然后肯定要吃吃吃到饱了 我说的是傻傻 然后大概买了一顶车的东西 然后夸了大概400多块 最主要是还买了几件 呃 然后我们就 然后我们就 叫傻傻傻呢 跟我一起冲下去 然后他说 faster faster 这样 然后星期天呢 我们就去公园 做五分钟的活运动 拍两个小时的影片 你看这个角度 我被排了好几个角度 然后这些烟布是用电机交出来的 是那些料交出来的 确实这个袋子是不错的 里面可以放很多很多东西 放了大概料布 还有几个水瓶 还有一些衣服 然后我就跑不去做pull up 然后莎莎也说她也要做 然后我们就一起做吧 也要再做这个soda press 然后莎莎也要说一起 然后我们就一起做吧 还可以放雨扇在这个书包里面 然后又一定说 她也要做这个soda press 但是我发觉她不是为了去做运动而做运动 她是为了拍摄去做运动 后来她居然找到一佛树 然后她用了不是自拍杠 她用的是树枝去扎住这个响枝去拍摄的 然后鸟也看不过去 跑过去说可以stop 然后我们今天也拍了两到三个小时了 虽然运动时间也要五到十分钟了 但是也不错了 起码这个袋子可以令她这一天做了五到十分钟的运动 这个公园真的不错的 很多大人小朋友都会去玩 然后做完了我们就拍这个ending shot 就开车走了 然后又定着落在这个公园里面睡了一整夜 把它留在这里吧 现在油炸也太贵了 我们也炸了最便宜的一天 也炸了快四十多车子 在这个小车子上面 又想走 是这个cook 有这个15%off 谢谢大家观看